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锅里看 香喷喷的羊肉 趁热乎 赶紧尝一尝 太香了 一定点山味都没有 而且非常的紧致又嚼劲 吃一口还想再吃一口 你可别嫌我吃得多 我今天能吃上这口羊肉可是真的是太难了 怎么您会说来 吃个羊肉有什么难的 我跟您说吧 今天我们这锅里的羊可不是一般的羊 它是能爬山会上树 到悬崖峭壁上可能还找不着呢 你真有弄悬货吗 接下来就跟我们的记者一起到这个羊的原产地一探究竟吧 重庆市万州区雄家镇地处秦巴山区 陈一军在群山环抱中放羊了一群特别能撒野的羊 看嘛 我这些全部都是大山 我们这个知识和荒阳山羊山 像围流啊那些都不能 坡都大了 走这么远怎么没看到您的羊山上 到那片山去了 在对面 这边好大 人家都近两年跑了也看不到 人家都看不到我脸 记者想沿着羊的踪迹去和羊群会合 不料山路十分陡峭 你向过去 你向过去 走 向过去 往我这个刀 说什么错的事 慢点 我扶你过去 慢点 我这个劲 慢点 山羊每天就走这么陡的路吗 我说我好厉害 虽然山高坡陡 可山羊却能如履平地 边羊可以长到级别近 像我们这个最大的指导人长到别多近 所以说它的区别它的骨架要小一些 它说山坡下口里它的方便些 能在山间自如奔跑的羊 人想要靠近它们并不容易 跌得很 跌到什么程度 破砂的话根本上突出抓不到 你看看我给甘子讲一看看 看它到底看哪有好跌 这些山羊们虽然看见不太多 天生就适应山区的环境 其实从出生开始 它们就要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考验 陈一军养的是川中黑山羊和南疆黄羊 这两种山羊的繁殖能力都很强 母羊一胎生三四只小羊很常见 可是母羊只有两个奶头 一次只能喂养两只小羊羔 多出来的小羊羔就要面临没奶吃的考验 刚出生的小羊羔 抵抗力本来就弱 没有奶喝如何才能长大呢 听话 来来来 那个是你死狗 说说来一个不够 然后补充点这个奶粉 来来来 哇 它好乖呀 咕咚咕咚咕咚咚咚咚咚 我能抱抱它吗 沈大哥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哎呀 你在我手里好不乖 不是脸包 你抱羊有什么讲究 脸包脸包脸包 我多怕伤到它 怎么抱 这样子吧 这样子 对 脸子包 还得拍一拍 脸子包 好得行的 像个 像羊爸爸 这样包才要讲 然后手兜住这个屁股 乖乖拍一拍 没人跟你抢 吃饱了 吃饱了就不吃了 人工辅助未养长大的小羊羔 跟人格外亲近 怀里很暖和 它都要睡着了 小羊 看到没 一个鞋带已经被解开了 出生十天之内的小羊 活动能力非常有限 它才下来几天 才剩几天 它的活动换位都是那一块 基本上走不到活源的 大概都是三十四米的换位 过星期过后的 可能这四点左右的 它都上街道了 小羊羔长到十天之后 活动能力开始慢慢增强 爬坡技能日渐成熟 小羊羔长到十天之后 在断奶之前 小羊的活动范围 是由母羊来控制的 母羊的母性很强 不会带小羊羔离开羊圈太远 小羊羔随着羊妈妈 在山坡上行走 脚力也在不断增长 可是偶尔也会有小羊 跟丢了妈妈 迷了路 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陈一军每天通过手机 监控小羊回眷的情况 到了回眷的时间 有只小羊羔没有跟着羊妈妈回来 这让陈一军很紧张 是因为他知道 对迷路的小羊羔来说 山林里危机四伏 果然没过多久 陈一军发现了野猪的踪迹 发现了野猪的脚印 让陈一军心里更为不安 在他刚开始养羊的时候 野猪经常在山林里出没 这些野猪性情凶猛 捕猎食物迅猛无情 曾经让他损失了近十只山羊 丢失的这只小羊 还没有断奶 奔跑速度不够 如果一旦遇到野猪 很难逃生 就在陈一军担心小羊安危的时候 荒野里的一堆骨头 让陈一军心里一惊 这是什么的骨头 从羊骨头看 不像是刚刚被野猪吃掉的羊 陈一军心存侥幸 决定继续寻找刚刚走失的小羊 这山这么大 您知道在哪找啊 应该跑不远了 应该是一个区 应该是附近的 行的行的 在那里看着的 没没没没 没没没没 没没没 没跑了 都吊了 走走 回去吧 去找妈妈 好 找回小羊羔 让陈一军松了一口气 走走走走 没跑了 等到小羊断奶之后 活动能力就大大增强了 像那只羊断奶过后 像它现在有没有三四十斤的重量了过后 它已经有具备那种奔跑能力了 如果山上碰到野猪 它都可以跑了 你看它跑得好快嘛 快得很 蹬条去 追不到的 眼见着小山羊从没有攀爬能力 到逐渐学会爬山 再到断奶后 能在山林间奔跑 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 生存能力大大增强 陈一军开始放胆 让他们在山林里自由活动 山羊每天至少能走三公里 在山野寻找食物 和绵羊相比 这些能登高上坡的山羊 显得特别挑食 为了让山羊能在山林里 找到可口的食物 陈一军承包了两千亩山林 养了不到一千只山羊 嘴的标准要有三目 才能够达到 才能够维持山羊 山羊们在山间 自由寻找可口的食物 通过行走和奔跑 体质得到了提升 可是山上的气温温差大 仍然有少量体质弱的山羊生病 为了帮助羊增强体质 陈一军还会上山 为羊采集草药 我感觉到它有点干嘛 这个挺冷的 有两只羊羊干嘛 我现在坡上去 拆点那个中车油回来 踩的主要叫什么 叫天地瓜 土是在红沙土 它在长那个油彩 还有段龙 慢点龙 日豆 这是个大坡子 我拽着您的框 您慢点 慢点 我走着去 跟着我走着来 好 我插在这里 刀子处着来 处着 对对对对 这会好一点 慢点 慢点 不好周围 我还不如羊里 哪里人在面羊子跑得快要个手 好走 慢点慢点 好好 慢点了 终于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这个就是吗 这个是谁 人能吃吗 人也能吃 是更越粗越好是吗 对 我接着这个没个高的 这是给我吃一口喝的 看着有很多样子 这都叫什么 有构极大栅 还有当生的 陈皮 用纯天然的中草药 帮助山羊进一步提升的体质 陈一军也收获了高品质山羊 上山买羊的人名叫潘文利 是万州城区一家餐饮店的老板 因为陈一军养的山羊品质与众不同 他成了陈一军的长期客户 还有这个样子 你看我们这个丘陵的单 包括这个山山坡坡的 人都吃不到的 他能吃 他不断地在运动 跟人一样的不断地运动 他的样子 鸡肉那些都更紧张 更紧实 吃起来更有劲道 如果说是吃食料的样子 吃起它的肉质 口感都达不到这种品质 潘文利看中了山羊的野镜 可是想要抓住这些撒野的山羊 着实不容易 有色的一个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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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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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看我手指打着靴子都没做到个样子 回起来 过来 回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选的这种样子 它的孙天山的荒芽 就是在一年或两年之内 的样子 蒸出来的瓶子 口感更好 这么沉重 都是这个样子的 潘文利当了三十多年的厨师 他最拿手的就是用山羊肉 做一道万州有名的蒸菜 羊肉格格 走嘞 羊肉格格来了 潘文利做羊肉格格 对食材很挑剔 肉质紧实的跑山羊肉 是他的首选 这个羊肉多好 你看这个肉质很紧张 而且很细嫩 你看这个肉很有弹性 如何让山羊肉更鲜香 潘文利有自己的法宝 羊肉要做得好吃的话 有三个调料是离不开的 一个是我们的花椒 一个是我们的啤酒 一个是我们的姜 还有山羊要够劲 才能整出我们好的品质 羊肉拌好调料 需要静止两个小时 等待羊肉入味 在等待羊肉入味的时候 记者来到了万州街头 进行探访 潘文利要做的羊肉格格 在万州是一道火遍街头巷尾的传统小吃 你太好了 这能坐吗 可以坐可以坐 能坐吗 这真的好小啊 只有感觉只有巴掌这么大小 对 这叫格格 不叫格格 万州叫格格 叫什么 我跟你讲不通话 我叫格格 格格 我们万州叫他格格 至少是小蒸笼 小的蒸笼 所谓格格是万州当地对蒸笼的称呼 羊肉格格实际上是用小蒸笼蒸的粉蒸菜 万州格格的做法在粉蒸菜中独具特色 蒸笼层层叠叠在蒸台上 清雾缭绕 香气四溢 最常见的有羊肉 排骨 肥肠 三大当家食材 其中最受欢迎的 当属用跑山羊做的羊肉格格 感觉是标准的重庆味道 麻辣鲜香 你一般能吃几个格格这么想 是吗 嗯 我们一般能吃不够 不够 我们的万州吃这个也吃完了 这种口味 都拿几天不吃 又很想吃它这个 羊肉腌入味道之后 放入炒过的米粉搅拌均匀 就可以装上蒸笼蒸了 和街头小吃羊肉小格格相比 同样是用土豆红薯垫底 潘文力选用的蒸笼更大 人称羊肉大格格 大格格和小格格有一定的区别 小格格是和我们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的消费 和我们大格格注重于我们的家庭消费 山羊经过放羊之后 肉质细腻紧实 几乎没有肥肉 再加上调味腌制 羊肉格格吃起来 香辣失口 鲜而不腻 通过蒸这种方式做出来的羊肉格格 让人垂涎欲滴 在各种烹饪方式中 蒸制一直被大家认为 是比较健康安全的 可有一种羊肉的做法 却让很多人欲罢不能 又心存疑虑 那么 是哪种羊肉美食 让人又爱又怕呢 羊肉的吃法真的是花样翻新 但是我这里有一种吃法 估计是人见人爱 就是它 羊肉串 其实你看 烤是一种我们非常常见的烹饪方式 那一串串烧烤的这个肉 哇 你看 马上就要烤好了 肉质鲜美多汁 外皮金黄酥脆 那可是呢 关于烤羊肉串会致癌的说法 真的是由来已久 甚至有人说呢 吃这么一根羊肉串 就相当于抽了50根的烟 网上的说法更是众说纷纭 那这些说法 让大家在吃烤串的时候 一边大快朵鱼地享受美味 一边呢 却不免惶惶不安 真的是非常担心 这么用人的美味 怎么可能致癌呢 那这个说法的来源究竟在于哪呢 炭火明火烤制存在产生杂环胺 多环方厅等危害物的风险 那么主要存在烟的部位 以及高温烤火的部分 要达到致癌的效果的剂量呢 每天要吃上百串的羊肉串 但是从安全风险的角度考虑 还是要少消费 明火 炭火 考制的考虑制品 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说法的来源 主要是因为烧烤类食物 会含有本病笔 本病笔是一种常见的 高活性间接致癌物 属于多环方厅类 有毒 在体内累积后会致癌 首先我们来看 这是一块木炭 很多烧烤用的木炭里面 本身就含有少量的本病笔 那在高温下呢 有可能伴随着烟雾侵入食品中 其实在烤羊肉串的过程当中呢 被分解的脂肪滴在炭火上 滋啦滋啦的那个声音 我们听着真的很过瘾 但是呢 就是这个闻上去很香 听上去过瘾的过程 让受热的肉类蛋白质 结合产生出本病笔 直接就包裹在了羊肉的表面 从而污染了羊肉串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烧烤真的就不能吃了呢 我们还是去实验室 有数据来说话 为了检测羊肉串中的本病笔含量 我们分别将生羊肉和烤了10分钟 烤了20分钟的羊肉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在生羊肉中未检测出本病笔 烤了10分钟的羊肉中 含有0.2微克本病笔 烤了20分钟的羊肉 含有1.2微克本病笔 检测结果表明烤制时间越长 本病笔的含量越高 专家告诉我们 本病笔主要来源于烤制过程中的烟 以及肉类烤焦的部位 原来羊肉串本身是没有毒的 之所以产生可以致癌的本病笔 主要是因为在烤制的过程中沾染了烟 同时烧烤的部位也会产生本病笔 那这是不是就是意味着 我们要对美味的羊肉串进而远之了呢 当然不是了 要想更放心的吃羊肉串 我这儿有几个秘密武器 首先就是它 电 咱们吃烧烤的时候 要远离炭火和能够产生烟的位置 尽量选择电烤的羊肉串 就会放心多了 那第二就是这个 锡箔纸 吃烧烤的时候可以用锡箔纸 把它包起来再烤 这样能够既安全又维生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像这种边上已经被我烤焦了的 发黑的部位 要直接把它扔掉 因为有可能它就是这个 致癌物的重在区 那还有一个 水果 那在吃完烧烤以后 我们最好能够吃两个橙子 或者是猫头 或者是苹果等 这种还有大量维生素C和维生素E的水果 维生素E有相当强的抗氧化作用 而维生素C能够有效的阻碍 致癌物质的形成 那吃烧烤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偶尔吃一吃是无伤大雅的 但是还是不推荐常吃 好了 今天我们跟您聊了羊肉 和明明白白吃羊串的话题 希望看了我们的节目 您能在吃羊肉和羊串的时候 更加安心 更加踏实 追根素颜碳产地 量化食盐变真伪 水质盘中餐 让您吃的明白有心安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又要跟您说再见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